美國神韻世界藝術團12月22日晚間 在康舟沃特伯里知名的派雷斯劇院 進行了2018年度的全球首演 神韻深度展現中華傳統文化 震撼觀眾心靈 企業家老瑞·布萊克維爾就是其中一位 在看完神韻後 他好像被喚醒前緣 驚嘆自己前世曾在中國轉生 如果他們說有一個老人 改善了 可能是我的文化 因為小女孩 我愛上誉 我愛上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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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上誉 對 對 對 tangible 對 我愛上誉 佬瑞·布萊克維爾在康舟經營家族企業有30年 看完神韻演出 用一個詞形容自己的感受 對 我正在天 天 好夠的 天 加克比夫妇一直想来看神韵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他们为神韵之美深深打动 神韵世界艺术团周六在沃特博里还有两场演出 新唐记者安兴康州沃特博里报道 我找到了一场演出我们的家庭可以享受 在学校的兴典之中 他们在学校的学校 这次遇到了所有我希望的 它有了音乐,舞台,舞台,艺术,艺术 是一场演奏的演奏 那是一场演奏的一场演奏 我认为我非常教育 因为我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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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舞台 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学习过音乐和舞蹈多年 看完演出他们也对神韵的音乐和舞蹈着迷 新唐人康州记者站报道 在美国知名企业担任部门主管的爱尔达和家人 一起观看了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 12月23日在康州沃特·伯利的演出 爱尔达从演出中获得精神启迪 感叹神韵无比珍贵 爱尔达在美国制造业巨头联合技术公司 担任航空工程部门主管 在科学技术领域有所造诣的他 看完神韵后感悟到不能忘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I mean they talked about divine and they talked about a little bit of how modernization impacts our way of life today and so a perspective what I mean is it's important to always think back to our roots and also think about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versus how modernization pulls us into technology and pulls us into 这些事情是比较材质的 所以从这方面 我真的尊重这场舞台 阿尔达和家人都为神韵之美折服 表示明年一定会再来看神韵 非常好 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孩子 今天很享受这个节奏 音乐和表演 艺术和色彩 非常有趣 我们真的很享受 我们感觉到有些更多 有不同的舞台 新台记者安心 康州沃特伯里报道 康州化学公司董事长 莫拉德·法米和夫人 一起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 23日在康州沃特伯里的演出 两人争相赞叹神韵之美 直呼难以置信 提供神韵背景天幕与演员的互动 提供神韵背景天幕与演员的互动 夫妇二人不禁争相赞叹起来 观看了同一场演出的银行副总裁艾林海沃德 则感受到神韵的正能量 表示会积极面对人生 新唐记者安新康州沃德博里报道 神韵世界艺术团12月23日 在《康州沃德博》里演出两场 下午场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票房佳绩 演出吸引了很多康州商界精英 他们盛赞神韵之美 给人希望和精神启迪 我喜欢它非常非常好 我只是想要在认识的训练和 的专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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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和专业和专业和专业的专业 专业和专业 在密西根州创立了腰品公司 在国际弗伦社担任神职人员的罗伯斯表示 神韵演出中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完全不能再继续 但我们都来到最后的一刻 我们将来到最后的一刻回来 我爱上这一刻 我感觉我们每天都有希望 新常记者安心康州沃特博里报道